尊貴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間 名字之選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中合體 時尚生活觸手可及 生態空間 品味休閒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外家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第二期五星酒店級拍文 查詢熱線905-888-6788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屬於娛樂或者可有可無的生意 但是就不是一些消費者必須品 但是你別忘了 它都是普羅大眾 參加比較低廉消費的娛樂節目 譬如看電視 你說去看電影 迪士尼這方面 特別是ESPN 還有他們去年有幾套 很熱的電影組出來 也很賣座 在影帶方面 DVD方面都賣得很好 所以迪士尼 這個業績是好過預期少許 其實是可預期 也都其實看到 迪士尼的股價由低位20多元 一路一路過去兩年 一路一路去到40多元 也都看到 最近現在圖表看到 最近這一排有些調整 但是似乎跌到現在 這些位置34、35元 支持是不錯的 因為派息率有三年以上都不錯的 是的 看到迪士尼方面 股價收市也都升了超過5% 也要留意一下 接下來迪士尼的表現 我相信這些都是 Harry是不是屬於防守性比較高一點 防守性比較強一點 雖然他都是屬於 不一定說是要花的錢 但是都是因為消費者 比較低廉一些 大眾化一些的東西 始終來說 在經濟放緩的來說 大家都不想花太多錢 在娛樂方面的話 迪士尼 看迪士尼的產品 或者用迪士尼的娛樂節目的人 就自然應該是會增加了 沒錯 大家留意著 這個歷史尼方面 接下來的表現 再來看看另一間企業的業績 就是AOL美國在線 沒錯 第二季度的營 不是更好 虧損了1180萬美元 每股是11米先 市場原本預期 他們還可以賺4米先 不過相比去年同期 已經就試得沒有那麼多 Harry 其實AOL 其實在最近的幾個季度 或者幾年 表現都是一般的 其實你知道 大家 你看到曾經何時AOL是當紅的 你很快就被Yahoo取代了 好了 Yahoo很快又被Google取代了 不要忘記了 這個手刷引擎 我叫做Internet 即是說互聯網 賣廣告 以及做手刷引擎的服務生意 始終來說競爭力相當大的 AOL其實這個品牌 已經是過時的了 你只看到它 一定會不斷不斷萎縮 也都不見到 有什麼新東西走出來 我想這個不排除 這間公司最終 可能會跟其他公司 會拼合它就算了 我看到今天 AOL的股價都非常波動 跌了成25% 沒錯 看起來很多的朋友都比較 去看淡這個 這個都已經是昨日的東西 AOL這個品牌 就應該慢慢慢慢昏迷了 所以你看到可以預期的跌下跌下 可能真的 在那一刻 到低位的時候 不排除是有一些收購 合併的事情會發生 就是管太太 有沒有一些企業拼購的消息 跟AOL有關 沒錯 看看今天的市況先 看看不同的指數表現 道指方面 今天全日升了429點 收市做11239點 另外納斯拉克指數方面 收市升了124點 2482點 這個標準普遍500指數方面 收市升53點 補1172點 另外我們當然多股市方面 TSX綜合指數收市 補112109點 升了438點 Harry說 看到今天 北美洲市場 都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昨天經過這麼大的跌市之後 今天有一個反彈都不出奇 但是很多人都在問今天反彈的原因 背後在哪裡 我想大家才開始看到 開市其實是升280點 多倫多和美國都升280點 這個月其實280點比昨天 跌成600多點 差不多拿回3分1 都持續在這位置 因為市場想聽一下 下午下午的時候 連署國人想說些什麼 我先從我們開始的時候說過 一開始都是說陳康冷調 結果市場馬上急跌 然後又馬上急升 其實實際上 那280點都是技術性的反彈 即是說 在未有一些更加壞的消息情況之下 股市也跌了這麼多 有一些買盤入 這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並不代表 這個勢是會續續升的 因為為什麼 大家現在市場是沒有信心 如果有信心 是要慢慢用時間來再建立一下 其實這次的跌勢 都持續了 都差不多整個月的時間 沒錯 四個幾星期 其實今天這樣升一升 其實會不會說 都代表著 現在的跌勢結束了這一浪 接下來後市 會不會說繼續 有機會升上去 還是都繼續有下調 這個絕對應該不是 是時候 言之太早 你說現在開始轉勢 是不是言之太早 應該不會說一點 那麼就這麼清楚 就跌到了 跌到這裡跌完了 接著升了上去 就不是這樣的 市場不是這樣走的 現在大家要明白 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市場這幾天 這一陣子會跌這麼多 特別是在過幾星期 就因為他們是沒有了對政府的控制 或者經濟的策略方面的能力 是沒有了 也都對政黨的爭拗 是凌駕於國民的那個 我們叫做經濟利益 你以上是失了信心 我覺得你這麼不公平的話 我索性現在不投資 我索性套現 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 這些信心你會慢慢拿回來的 你那個市場不會說 從現下之後 是很順暢地升上去的 不是那麼容易 不過可以和大家看看幾個圖表 可能當中都看到一些端倪 先和大家看看歐元 對美元方面的五日圖 先看到歐元方面 對美元的這幾天的變化 其實都算是挺波動 歐洲有自己的問題 所以歐洲你看到也有債務問題 其實都現在暫時可以說難興難递 不過很不幸 就是難興難递 就是全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的貨幣 所以令全球都比較 現在暫時來說比較擔心 你說歐元的趨勢 老實說一句 我也覺得歐元對美元 不應該可以升得太強 因為他們的債務危機 由之至中都沒解決過 現在都是沒解決到的 上個星期中海記者招待會 說明是會繼續去買多些債券 去支持 再繼續泵錢進去各個系統裡面 是去付過歐元 很明顯暫時來說 是沒有任何事情解決到 所以未來的日子裡面 對美元仍然會波動 再看看美匯指數方面的表現 看到美匯方面今天都下跌 相信都跟聯儲局重新 超低息政策有關 超低息政策 沒錯 因為很明顯 即是說渣美金無息 很明顯 如果這樣的話 他應該再超低息政策 自然就不多不少 會有一部分的美元資產 會流回到股市 或者流回到商品裡 但是不過這樣 始終在全球的經濟 都是放緩 或者甚至倒退危機之中 那麼你們也都有人 是未必是那麼膽 將錢全數跳回到商品 所以美元若得來 他也不會說這支箭 是會這樣擠下去的 也是慢慢 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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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波動性的形式 慢慢緩慢地下下 看完這些會價 看看債市方面 看到今天這個債券市場 那個表現 十年債息 二來二二 都很久沒見過 這些低位 再來看看那個債息 十年債息的圖表 那個幾日的走勢 看到一支箭 其實現在大家看到 同金價創新高 其實是不謀異合的 金價 因為現在市場上 兩大避險工具 就是黃金 以及美國的國庫債 兩個這些叫避險的東西 不斷有需求 你看到二來二二的息口 就是這樣跌 就是債價這樣升 就是多人買 這樣的話 很明顯 告訴大家 市場現在仍然是很懷疑的 換句話說 你說有些投資者 想從這個階段 想不如大舉入市 要搏反彈 就不要大舉 你可以入市 但是不要大舉這麼做 因為很明顯黃金市場 以及十年債息都告訴你 暫時仍然是時候 再看看華爾街的 VIX波動指數 昨天又創了一個 去到40 幸好沒有見過這麼高的水平 今天都調下來一點點 去到大概30多左右 但相對仍然都是高 似乎 Harry仍然是反映著 投資者對於後市的看法 都覺得仍然都是比較波動 其實老實說 你看看這個VIX指數 你現在看看 跟今天的道指 是一種醜勢一樣的 600點 你想想 短短一個小時 有600點波幅 也都看到 想到600點賺的 不是散戶賺到的 一定是大基金賺了的 就是那些對沖賺了的 很明顯 你看到這個東西 也都反映了 暫時的市況 大家究竟在升是跌 沒有人知道的 是的 似乎後市 都是比較 就是 不是那麼清楚 似乎 可能大家投資的朋友 都保持穩定一點 又不需要怕到 譬如說 手頭上拿著很多現金的話 你又沒有什麼理由 有一些這樣的 那麼漂亮 譬如很簡單 加拿大 你看到今天的銀行股 跌至最低的 四里幾息 你很久沒見過的了 例如CIPC 有五里幾 這些很明顯 很吸引 也可以把手頭上 很少部分現金 如果你真的很保守的話 可以開始有一點點動 除了今天有一個大反彈之外 另一個重點 就是聯署局方面 下午公佈了議息會議的紀錄 其實特別提到 會重新一個超低息政策 維持到至少2013年中 以前聯署局 都沒有這麼說明 有一個時間表 只是說 維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今次第一次提到 去到2013年中 似乎聯署局方面 對於美國未來幾年 那個的經濟都看得挺淡 這件事就大家都已經 不是什麼新的了 大家都知道的了 因為不要忘記 為什麼會看這麼長呢 因為我們在節目裡面 都不斷地說 美國人借這麼多錢 也都真的樓市爆破之後 很明顯有很多人負資產 你一定要慢慢 最重要是有事要做 沒有事要做 根本還債的能力都沒有 有事要做的那些 要慢慢給人家儲回四小錢 還債先 你記住了 還債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還債的 要慢慢還的 所以你自然的消費信心 不會有很厲害 你說那個經濟慢 是可以完全預期到的 所以不要大家 不要妄想說 美國經濟會很快反彈 那時候很快反彈上去 那樣應該不會發生的了 那不妄就穩定一點 然後希望那個事慢慢做上去 是的 其實聯署方面也都說到 其實接下來的一段時間 那個經濟前景都不是那麼好 還有現在的復甦 始終都沒有說 之前的雨傘是那麼好 變了也有這樣的必要 就推出 繼續維持這個超低息的政策 一段時間 沒錯 大家不妄留意一下 今天來著說 大家先同很多人說QE3 是的 不需要提這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根本是沒有用的 說都沒有說過 為什麼不說呢 根本是沒有用 如果是可以的 QE2應該已經可以了 已經可以了 是的 根本來說 聯署局不會再有QE3 就算有都不是像QE2 拿出來養肥的炒家 去炒油炒金的了 因為那些油炒起來了 對美國也非常之不利的 是的 大家留意著 看聯署局方面 接下來有些什麼動作 以及美國經濟方面的前景 說到這裡 今天節目時間夠了 謝謝大家 明天同樣時間 繼續在七點鐘 繼續有《古今中》 我們再見 好的 拜拜 我們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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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